姑娘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出发 你想问哪两个企业家什么问题 我先问一个程老师 我先想表达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是我同事的话 我就挺喜欢的 有没有性格我比较喜欢 因为我据我刚才我对你的这个了解 我感觉你请会分析人的分析事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去世 就四个父母 然后还有你爱人 你是如何去协调中间这关系的 我不知道你是在家庭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你可以问吗 问的是关键呀关键关键 他都没地位 我跟你说老孩子老婆狗不衡 非常非常抱歉的是 首先我想说这个 你非常有眼光 然后你刚才说 你的小燕说什么狗我 这个应该不存在 因为我们的狗 特别难过的一件事 就半个月前离开了我们 所以猫顶替了狗的位置 现在我顶替了狗的位置 对 婆媳关系 其实最麻烦的事情是 公共婆婆因为 儿子比较强势 所以能得势 所以能指挥 但是像我这种不得势的 那我爸妈呢 也就不得势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但是很平等 就是因为 我太太那边 她的爸妈呢 也是听她的 所以这六个人呢 完全听一个人指挥 这个就有一个 最高的领导 这就比较好办 所以你要看看 你们家的最高领导是谁 如果你是最高领导 那当然最好了 如果你不是最高领导 争取最高领导的 对你的支持 你就能 这个这个这个 万事横通 所以 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这个经验分享 我们家真实的事啊 我们家真实的事 就刚才陈老师 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他说 就以他今天的那个表现 我感觉他是 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 即使你的 你的爸妈 不听你老婆的 我感觉以你的嘴才 他也会听你老婆的 因为你中间会协商嘛 但我老公就不是这样的 我老公口才不太好 不太会表达 所以基本上都是 我去硬碰硬啊 那如果我老公 不是你这样的怎么办 我给你个小建议啊 就是你可以去多看一些 处理家庭问题 专业书籍 包括多跟涂雷老师 多询问 金燕啊 你今天 现在里边出不来了 你以为你上了节目 是老娘舅啊 你要展现你的 销售的能力和才华 这一个小时过去了 你到现在没有展示一丁点 你赶快回到那个 专业问题上 回到职场吧 金燕你问一个职场的 你最想去的那家企业的 一个关键问题 好 老师我想问您 嗯 我想问一下 您公司旗下 除了做这个 就是这种运动的服装以外 还做别的项目吗 我主要是做户外的产 户外用品的 户外品牌的 但是围绕着这个呢 我们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比如说你说到的市场营销啊 媒介啊 推广啊 然后包括大家现在的 短视频营销啊 等等 这些所有的工作都是 因为你要把产品做好 要把品牌做好的话 很多的工种都有 但是我做的主项 只有这一个事情 这是跟服装有关系 用具有关系是吧 嗯 是的 好 谢谢 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 我其实私底下 刚才看的时候 有点想去你们家公司 那剃完之后呢 现在不是特别感兴趣 因为就是没有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你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家有关于 就比如说跟运动 有一点点关系 不是纯健身的那种 可能我会比较感兴趣一些 其实你问我的 是说我公司自己的主项是什么 但得出来的话 其实你要找的这份工作 是说你要做哪个工种 此时此刻 我觉得你的公婆 让你现在别出来工作 我觉得是正确 刚跟曾花的一些对话 是没头没脑的 你是有勇无谋 今天很多事情 就像李浩阳所说的 没有抓住关键的机会 来表达自己 也许在你内心深处 我都干好过一间工作室 虽然干得不是特别好 但我干销售一定行 但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未必是这样 好吧 最后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今天我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想对我的公公婆婆 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非常感谢你们 这九年来对孩子的照顾 对我的包容 谢谢你们 但是出来工作 我是一定要坚持的 你说的那么 壮业凛然干什么呢 行 来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请做判断 还有一盏灯 还好有一盏灯 我其实心里一直悬着的 我生怕所有的灯都灭了 那今天你公公婆婆 今天会特别高兴 好 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今天你好 我们随风奔跑 篮球俱乐部 是我先生创立的 他跟你是同行 也是学体育教育的 本说都是 我们主要是做 三到十七岁的小朋友的 体能和篮球的 这样的培训 我们能给出的岗位 是销售岗 起薪是在五千家 后面加的就是你的提成部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随风奔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随风奔跑吧 谢谢 谢谢你啊 好好干 欢迎你带着你的宝宝 一起来上班 因为我们的那个现场 是可以你带着 把孩子各位旁边 你去进行交双 他们跟我们一起上课玩的 谢谢老师